你好就是曲曲你好 我第一次南麥有点紧张 我的问题就是 我的终极跟这个大佬的想法是 我想跟他代求 然后最近是因为我群细价值提的很好 然后跟他提出了加生活费 然后就是经常见不到面 他没有答应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要把他哄回来 还是直接跳脚的 然后要跟你说一下 我跟他的基础情况呢 基础情况就是 我兼职去YC厂认识他的 然后就偶尔去兼职 然后总共就见了四回面 他给我换了十几个W吧 然后就是第一次见面之后 是连续两三天 他给我转了三个三个米 然后回去每个月给我一个米 然后第二次见面 就是第二次见面发生了没有给我米 是第一次没有发生 然后回去也给我转的米 然后就是第三次见面 第三次见面就是待的比较久 然后我跟他要了三个米 然后就是第四次见面 把第四次因为第三次见面 我的情绪价值提供的 第四次见面我就跟他说 直接跟他说每个月固定给我米 但是他没有答应 然后 然后现在就是 两三个月没有见面 他现在就是每半个月给我转1.5个米 然后就是他现在就最近时间在国外 我跟他提供的情绪价值比较好 就是他睡不着每天都要跟我打电话 呃 语音聊天 然后哄着他才能睡着 然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跟他提出了加生活费 然后他没有答应 你在我你在搞笑吗 我觉得你在搞笑 你你啥学历 然后他的基本盘 还是我不需要知道他的基本盘 你啥学历 呃我的我的学历是那个中专 然后后来自己弄了一个本科学历 你多大 我34岁 34岁 你在什么城市 嗯 嗯 超一线城市 你在超一线城市的YC认识他的 对 然后你总共就 我是偶尔去兼职 你总共就跟人家见了几次面 啊对 然后你就想带球 但是我们回去就是 但是我们见面回去之后 他是每天都给我保持着打电话的 我问你什么 你答我什么 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是边缘化信息 好吧 你就是这挺挺胡的 挺降胡脑子的 你34岁等于说什么资产都没有 哦我有资产 我是跟大家说我 我有房贷 但是实际上我资产是三 嗯 我有个房子是大概300个 三百个米左右 三百个在哪 但是我跟他说有房子 我有贷款 然后他就说 小姐我问你什么打什么 你不要讲那些没用的 你的房子在哪 我 是 你的房子在哪 新一 新一县 新一县城市 就是不是在这个超一线是吧 是的 你在新一县有个总价300个打不得的房子 首要有存款吗 有车吗 没有车 然后手上存款可能就二三十个W 你这房子以前咋买的呢 我前男友给我付的首付 我就是自己反房贷的时候 偶尔会去尖子 你这个 你多高啊 身高不高 1160 ok 现在啊是这样的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啊 第一个方面是你的基本盘 你的基本盘很差 首先是你的基本盘很差 所以说呢 你走的这个路子很low 我但我也能理解 因为确实你的基本盘不怎么好 就是说你的年龄有点大 然后呢 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 然后自己过去 就是搞了个不上不下 没搞到什么东西 说白了就是现在手上没有没有东西沉淀 你的年龄 就是跟这种男的来讲的话呢 其实正常来讲啊 你一定是走一个 就是温水煮青蛙的路线的 而不是像你现在走的这个路子 你现在走的这个路子 这种男的他会觉得你不值 因为第一 他认识你的场合不支撑 第二 你的基本盘的条件也不支撑 他给你做大的付出 所以呢 你看这个男的 你觉得这个男的是一个大方人 还是不是大方人 你想赌可以赌 但是你要赌时长 你没有这个时长的话 你像现在这样 什么哎呀 就因为我最近跟他提供了点情绪价值 我就让他搞这搞那 他不会搞的 因为他 他心里是从头到尾没有被你蒙蔽的 他很知道 我们俩是什么场合认识的 你是冲着我什么东西来的 我跟你这些是个交易关系 你也就值这个价就所有的一二三四五在他心里是有算盘的 所以你要做的是你 我建议你好好的 就是说你如果啊 你还能挣 YC的这个米 你可以好好的去上这个班 多找几个拽在手上 你要多线发展 你不能走这种 钓一条鱼的这种路子 因为你实力不够 你的基本盘太差 如果你想要在 比如说你想找到一个带球的这个那个的 你相当于什么 你相当于在有米的里面把傻子 知道吗 就是说你要在这些有米的里面尽量的去找个傻子出来 找个傻子出来接你的盘 曲曲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就是他给我交代了他的工作 我就是目前他跟我安排的工作我大概做了一下 然后他如果说我哄回来 他的就是 我想把他哄回来 一是我可以去接触别的人 因为我不想去那个场合了 因为我想走正常场合去相亲 不好意思对对碰 然后他给我的职位的话 就是可能我出去有个身份 我可以去对对碰 然后就是他给我的那个工作 我也能做 座椅 就是可以做上去 什么工作 工资多少 就是找 就是就是找美女拍照 可能拍照发那个 某书上 因为他的品牌 他去做生意的 然后呢多少钱能够给你每个月工资多少 就是这个 就是他没有给到我具体工资 然后他就想我去做这就 说做这个 因为他 所以呀 你话又多脑子又蠢 我跟你讲啊 你以后啊 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学会一件事闭嘴 知道吧 你像你们这样的女孩 表达欲旺盛 就是倾听感受不足 懂吗 你们生活当中 你这么多年 你三十四岁了 老板没捞到个什么东西 也接触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人 就是耳朵没长好 知道吗 别人跟你讲什么东西 有价值东西你要听 不要活在自己的思路里边 一个这种什么 就是什么大哥 跟你什么搞个工作 工作挣不了几个米 米米也不谈 这叫工作吗 他在外面搞个免费劳动力 是不是 这种东西有什么价值 这都不能称之为任何 对于你来说 都不能称之为一个 橄榄枝 如果你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你能吃得了这个苦 你就去走正常招聘 正常应聘路线 你就去那些什么 招聘网站上投简历 不需要走这个路子 你不需要 哎呀 我跟一个男人 是这样的关系 然后让他给我一个 所谓的 没没没米的工作 有病啊 嗯 嗯 怎么说来就是 他的品牌挺大的 我告诉你了 你的思路都是错的 你的思路都不对 知道吧 一定是以拿到手的为准 你跟任何一个人相处 一定是前面的东西 2345 谈的越明白 后面越有可能来到 而不是说 我前面稀里糊涂的 我觉得未来能有什么 自己给自己画饼 你自己给自己画饼 你已经34了 你有什么东西 给自己画饼啊 人家22岁的女孩 可以给自己画饼 反正她画个两三年 画得到画 画不到拉倒 你呢 你得给自己 一个清晰的路径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广撒网 在留米的里面把傻子 这就是我给你的路子 比你还傻的 找个那种傻的傻 傻儿子懂吗 地主家的傻儿子 你就跟讲别人 讲你悲惨的身世 谎报一下年龄 以后 以后出去就跟别人说 自己26 27 知道吧 不要说自己30几岁 这个是绝对不能讲的 然后先把别人 先把别人的感情 弄进来再说 再来谈后面的问题 找一个想要什么 就什么 劝什么从凉的那种男的 懂吗 多得很 这个市面上多得很 一天到晚的 把自己当个英雄主义 当个英雄 她就觉得一进了这种场子 她要劝你从凉 知道吧 找这种男的 把自己年龄 往小了报几岁 多套几个这样的 说不定你就能上岸 我这个意思 你的个路根本就不行 哦 因为我前两年也 就是 我现在觉得 我想走正常路径 不太想去那个 你走正常路径 你就是 你这是应聘 啊 你不要通过这种 稀巴烂的这种男的 好吧 哦 好的好的 谢谢 了解了 谢谢 嗯 你们这是搞笑 这男的 他找个实习生 还得跟别人谈多少名的 啥的不了 让你去搞 搞 不谈 哎 拿多少 啥也不谈 黑不提白不提 黑不提白不提呀